欢迎各位收看 结出阿仙奴这一集 就是在主场0-1输给班尼的赛事之后的录影 即是说阿仙奴又是英超输球了 亦是连续四场在英超的主场失利的输球 一分都拿不到 0-1输给李斯特城 0-3输给亚士东维拉 1-2输给狼队 0-1输给一队 都没有什么入球能力 又或者可以这么说 今届的防线简直是可以用法梦式去形容的搬离 居然呢 我们也是可以踢到这样的 所以这四场的英超联赛 不要理系什么的惨败的记录 无论如何球迷都难以收货 我记得我上一集的标题 起出来是什么呢 虽然被热刺之后那集 就是说其实教练要为战绩负责是平常事 我想如果有跟开我节目的球迷 有回到这样的智力 当然是 我相信你们都很明白 其实我想说的含意 都不是单单只是字面 这几个字这么简单 没错 不如现在节目开始 我首先和大家订下我一个观念 好吗 我会看起来今个星期 今个星期的意思是 即是将来周中对收贺顿 将来周末对爱华顿 如果这两场联赛都继续遭逢不幸 都不可以叫不幸 都是自己拿来的 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会 我认为瓦迪达要下台 要离开教练这个职务 或者他现在是manager 要离开他这个manager的职位 就是这样 OK 那说回这一场球 其实我们永远都是说 那个球迷的热血 那个理念 不是输打赢腰 当然我们三更半夜 捱一场这样的球 如果你不是支持者的球迷 老实说这样的水平 你可以选择其他球 或者重温其他赛事 总比捱眼分 在这里抱着一个 还有一丝的寄望 可以得到三分 以我们认为的寄望 结果呢 都是换来一次的失望 其实说回这一场球 面对着搬尼 搬尼赢我们 搬尼不是踢得好 其实今届英超 很多场输球都不是因为对手 踢得很好 是不是 其实绝对不是的 就算曼城赢我们 不代表曼城那场 踢得很好 狼队其实赢我们 都不是因为他踢得很好 李斯特成都是 都是把握得到一些的机会 那维拉就好 OK 回到我们这样说 赢了几场球 赢了曼联 是因为曼联 踢得不好 赢了石飞联 也是负负 赢了韦斯咸 也是很紧 赢了富咸 因为人家第一场的联赛 升回上来 人家都未准备好 都未整齐好 的阵容 当一场练习赢 输给你 如果你看回富咸 也是较早时候 一比一 是利物抱碧和富咸 这一场球 尤其上半场富咸 那种速度 我敢说 如果这对搬尼 都可以输 你对着富咸 你现在这一刻 对着他 是一定输 一定输 一定输给富咸 你现在说的是 你英超只能够靠 季初欺负人 那些 今届都要排在榜 暂时还要排在榜 美国那几支球队 还没有回云之際 但是你在他们身上 拿了六分 如果不是现在的阿仙奴 那跟班尼 和富咸 甚至乎是 和西布朗的分数 有什么差别 你减下分数 你看得到 就是这样 但是 你如果说回 今场球的攻势 来说 是好看的 阿仙奴 我说一下 今场球的攻势 他们是好看的 这个有赖于 其实对方今届 是什么 所以这个 表象上 那个攻势 是强了 威胁的攻门 大了 18次的射门 所谓18次的射门 已经在阿迪达上任以来 最多攻门的一场比赛 而六次射阵 都算是叫做射阵率不错 不过在我的理念上 有很多射阵的 所谓射门统计 反而是不够 得一些 不中拢的统计 大家明白我意思 中处 我想为什么威胁 都比一个 软弱无力的射射中拢 对吧 OK就是这样 而在那个 XG的席 创造入球机会 那个 的直系里面 其实阿斯陆 这场球都有2.02 那不差 2.02 不算差 但一球也不能入 落差 就很远了 相反 但搬来 原来也有1.15 以一支 攻击力这么疲弱的球 都创制到1.15 那这个也要反映一下 阿斯陆整场帮的形势 是有形势 但没有实质的 太多威胁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一些过程 上下半场 有不少 上半场 我记得搬来 唯一一次最具威胁的射门 就是 来自一个 活得的头锤 这个是 加比尔和贝林年之间 那个默契可能不足够 或者贝林年的责任大些 追得不太紧 就被他顶邪了 那这个球是上半场 班尼唯一具威胁 但阿斯陆其实多很多 包括韦宁这个球 就是 顶全中 接应的拿卡锡迪 撕射 就撤 错失了一个机会 另外就是 赫定 在一个 攻势解围回来的时候 就被中场中路的萨卡仔 应该是他接到 大脚掉到中路 那么赫定立刻 同头一摇 就紧紧高出 不过那个角度 就算不是高出 相信 搬来的门将 撲比都可以救到 但是 赫定和加比尔 两个中坚 居然今场 两个人 各尸射三次 即是合共有六次的射门 加比尔也有一派 搶僵禁区外的射门 不过那个就真的软射 软弱无力 就是证明这两个中坚 其实都很有火 要说回一会 我都会 点名 去说一说 某些阿仙奴的球员 仍然要给正面的评价他们 上半场 另外一个攻势 就是做得很厉害 这个球 其实在转转之间 就是在隔离沙加 在后场中路那里 含违窒走一路向前 但是就侧了 被中路的拿卡錫迪 再撲过去左手边 左手边就是这个 奥巴美洋 再加薩卡仔之间的互动 再转转之间 就是一个地面全中 拿卡錫迪 你作为一个射手 这些球是很好射的 难得你也射到 射得正 正的 又不是说角度很好 就被对方的 守卫门将挡出 这个是上半场 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势 其实应该要开记录 下半场出到来 说的是 阿森奴似乎是 再醒醒一点 就是产生到很多攻势 直至五十多分钟 那个事件出现 包括了奥巴美洋 奥巴美洋 奥巴美洋这场球 其实都挺活跃的 去到左路地面全中 全入禁区边 蓋上来的泰亚尼 接应 他用右脚第一时间 抽射地波 但是他的右脚 不是硬得很硬 地波被门将撲比 另外一次就是奥巴美洋 接应右脚的高空波全中 刑顶 结果也是角度太正 而被朴比没收 可想而知 其实奥巴美洋 绝对不是刑顶 两方面高空波的能手 其实看了这么多年 包括圣伊天 包括多蒙特 他都从来不是这一者 另外 接着就是 有这个 加利沙加的事件 试完一次 攻势 最惨的是 一番攻势之后 被对手解围 加利沙加就被麦尼尔吸过 他拦截对方 对方倒地 转转之间 大家在吵 其实队友都劝开他的 劝开的期间 劝开的期间 加利沙加就被人推了落地 我觉得是推了落地这一刻 不是说过什么说话这么简单 是推了落地这一刻 令到他觉得丑态出现了 于是 起身 就叉对方的颈 这个是属于一个 恐怖的行为 所以 亦都是 导致到 被红牌赶出场 本来球证 先生史国 已经是给了一个 王牌 这个判法相当之合理 在这个攻势正盛的阶段 无端端令到自己的球队 打笑一个 加利沙加 我认同很多球迷所说的 如果不是这场 只有2000个观众 是好像上届 水晶宫那场 坐到五万多 接近六万 我想你也很难走得出 这个球场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通常 这些惯犯球迷 都不会再给一个 机会 加利沙加 我待会再说 包括到下半场 七十几分钟的时候 亦都是 其实 达哥夫斯基 和埃及国脚 艾兰尼之间 禁区里面 亦有个互相的推撞 其实我看艾兰尼 那个推售 这样推上去 都很接近他的头部 我觉得这一下 球证 最后给了一个王牌 都算数 真是很幸運 那为什么阿仙奴的球员 是这么老妄 在场上的理智 是这么失去控制 但是 过得初一 避不了15 对不对 你现在 跟着韦斯活 那个角球开出来 是吧 Brown Hill 去顶 那奥巴美洋 有尽到他的责任 同时跳顶 但是他弄了奥巴美洋 就变了善后那个 想打破入球方的奥巴美洋 就是这样 凭着一个摆污笼 原来在Who score 这个网站里面 我看到明明奥巴美洋 全场只有四次射门 是向对手的 但是统计是五次 那第五次 就是因为摆污笼 这些统计网站 硬到这样 由此可见 数据不能够反映一切 就是这样 他哪有五次射门 但是污笼这球 原来也算的 OK 算了下去 所以就导致到这个球 也是唯一 已经比较少了 再加上污笼 就导致到 整场球 就输了 比一全失三分 可想言之 班尼的过程 不是说贏得相当漂亮 可以说是执倒 执倒是应该说 你面对现在的阿仙奴 你不得分的话 简直对自己不住 OK 我要为奥巴美洋力挺 因为这场球 见到他走动 非常之积极 亦有回后到中路 就像一个拿卡锡的角色 他推上去 亦是时间多了 亦是有两三次在左路 做回他 好像我们惯常见到他的本职 在左路 当作一个翼锋 作出一些传送 其实我觉得他偏向在左路 没有问题 我经常说 他的位置自由 不一定站在中路 不一定站在左路 比较 可以阻挡他 因为有较多的控球的空间 让他发挥 OK 亦都有下头锤 左右两路 试过一个扎位的射门 这个也是回复射手的本职 也有四次 即是他四次射门 也不是说 球球其其 这场球 亦都有下头锤 这个是好的 遗憾在今场球 他不能够打破他的入球方 加上还放了个乌龙 加比尔和何定这场球 都很强 亦都不断鼓励队友 看到何定 是想好 是想赢的 就是某些球员 当然我知出 这个萨卡仔很有趣 下半场 后段移过右路 发挥 当时已经打少了 他也三番四次在右路 吸回左脚出球 斩回全中 不是说全中落点漂亮不漂亮 而是他在那里製造了一个频率 那个效率 就是一个固定的出球 这一点我想说的一件事 先不要论全中的质素如何 而是说 萨卡仔左脚吸右路 他的作用 现在我这样看下去 都不会比比比低 萨卡仔的功能很大 但反而今场球 大部分时间他在左路的时候 发挥不是很好 亦都很多时候过不了人 我觉得他从萨卡仔这一点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 似乎现在阿迪达 有些失控 某些情况下 战术活用 令到这些小将 本尼是可以落到场 很清晰做到自己的事情 你都慢慢慢慢看到 他这两场波 对二次对本尼 连萨卡仔都迷失 哎呀 真是 真是很大件事 泰亚尼继续形形役役役 一个苏格兰硬汉士的表现 好 就是这么多 难路我不知道 什么好 因为都是这样 这一场波的防线 亦都多了 这两个手围 贴到底线前面 大家互传 又做回这一件事 想去后场猜一下 这样 但是我记得 有一脚波 就是当球员 抖回心的时候 难路突然一脚 一脚 一脚向前 一脚向前 那真是很大件事 是否大家对于战术的混乱 这是一个战术的混乱 大家看看场波 因为我没有截到这张图 那应该是上半场还是上半场的事情 所以某些球员 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 仍然是值得正面的点名的称赞 但是其他 那卡锡迪 也回复不了上一场的积极 那韦利安 依然是韦利安 大家也明白说什么 最近盛传说 王家贝迪斯对他有兴趣西甲 他负不负担得起那二十万磅的周身 不止二十万 肯低一点 说韦利安现在不开心 当然了 我们也不开心 看到你这样 所以这一场波 也没有其他入球以外 或者公门以外 这些战术可以分析了 这么多圆圈战嘴给你看 为什么呢 对于这场波 有意义吗 对于这场波 所以那些你不用看 OK 有个深层一点的分析 续点 本身有两三点 我也想说 但刚巧看到Football London Football London的网站 他们的记者 Chris Ridley Chris Ridley 爆料 是不是爆料 都是自己作的多 有些 爆了几点出来 重大危机阿仙奴 跟大家分享一下 亦都逐点拆解一下 亦都逐点拆解一下 阿仙奴队里面很多球员 因为经常在阿迪达的要求底下 踢不同的位置 而感到混乱 包括格力沙加 格力沙加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他去年上季 原本前季 艾玛利将他配搭 杜利娜很好 两个表现 合得很好 上季想玩三中场 亦都是有些位置上的错乱 可以这么说 杜利娜又没有表现 跟球迷吵 很惨 很多很多东西 你连带影响球员的信心 和状态 好了 驚一事 没有掌一致 阿迪达本来上任初期 以至上届季 用格力沙加 又配搭斯巴路斯 又很好 今届出来了 我不知道 是否沙加 被赶出场 他穿坐符会 就写沙加这个名字 这个记者 是 Chris Ridley 还是 真的不知道 格力沙加 一个呢 杀卡仔 已经是其中一位 你要我左路去 还是左翼 还是中场 靠近中路 一时是右路 我究竟踢什么位 是吧 可能收夫机 更清晰一点 用杀卡仔 我刚才说了 他都可能有些 是被动无奈的 只能够这样 那斯巴路斯 那位又是 你究竟要他靠前一点 还是比较深一点 去踢 韦利安 忽左忽右 難怪他说他不开心 应该最不开心的 是奥巴美药 和拿卡锡迪 如果这样 他们的位置都不清晰 再问 埃马利 如何用奥巴美药 和拿卡锡迪 如果是这样 他这个记者 引申到第二点 就是说 亚迪达和大卫雷斯 目前是处于敌对的状态 两个人已经几个星期 没聊天了 他这一点 亦都可以和他扔出来的 第五点 可以相互呼应 他就说 这个记者就提到 有好几个球员的经纪人 涉及到 经理人涉及到 洩露 斯巴路斯 和大卫雷斯 较早时候 操练时候的争吵 有头部的碰撞 亚迪达公开宣称 就是说 要把洩露者 这个圆胸抽出来 他这样说法 首先 我会这样看 是不是因为 他和大卫雷斯之间的关系 变成不咬然呢 大卫雷斯在表现最飘忽的时间 但亚迪达仍然力挺 要和他续约的 这样 按照本来的关系 不是那么差 再加上 大家记不记得 在四月份 那个减薪风波事件的时候 戴卫雷斯 是头一两个人 站出来说 我愿意 减薪 很配合的一个球员 对不对 那 在什么情况 出了这些问题呢 如果真是因为有人洩露 他和斯巴鲁斯之间的争执 很老实说 很老实说 洩露了出去 你阿迪塔 看看你的门面说话是怎样的 你本来兜得很好 你本来说 操练 大家有火 精神面貌好 这一句说完就算了 但到头来 你又要公开说 要找出那个元凶出来 你不就是自己的嘴 自己说了一套 接着又另一套 你又说给其他人听 那就是自己打嘴巴 可以这样形容 如果你问摩连鲁 摩连鲁一系 纯粹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要不就自己摸上枝 你不要两件事都要说 这件事就可以证明到 阿迪塔这个教练 真是伸手上路 伸到现在 OK 如果他和戴卫雷斯之间 我有一个想法 大家要冷静点 客观点 如果以球员的身份 那个地位 阿迪塔和戴卫雷斯 起码两班 戴卫雷斯是一个常规的巴西国脚 他代表巴西多少场 自己上去维基赤鱼 我最紧要想说一件事 他面对着这么多的国际赛事 世界杯1比7的 慘败给德国 他都经历过这些场面 再加上他的队友 一个泰亚高斯华 都已经是好货 再加上你又来买这些 见的人情世面多少 国际赛队这么多 巴西国家队都经历过很大 很大程度上的 教练转变 除了提特上来之后 我想说什么 如果戴卫雷斯对战术有不满 他提出一些见解 其实是对的 这个球员 你不要管他的能力 做不做得到 他的看法是对的 他见的东西比你瓦迪达多 以球员身份来说 真是真真正正 他见的世界级球员 合作过的不会比你少 而且在庚衣室的文化 老实说他玩了车路士多少年 车仔的庚衣室文化 比你更厉害 阿仙奴那些是小学鸡 真真正正正 再加上他的巴黎 真是不说得笑 这些东西你和他玩 所以他和林帕特不咬眼 你不确保我正选我就走 这个球员还想踢 他不是那些什么 他不是其他人可以 甘心豆腐人工就算了 他还想他有到火 这个球员是怪的 我说这么多 是想说什么 如果他是对阿迪达的 战术提出质疑的话 那就糟了 阿迪达现在的人 是属于一个 这些都是我们推敲 会不会是一个很难听得 入意见的人 待会我又会再说 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人 当然我推测 我不是直接说他就是 我可以坐 你也可以找一些方法 证明我是坐的 但我所说的 纯粹从一个 纯足球角度 你战术上 你不妥论 你冒犯了他 现在是三后卫 还是四后卫 用三后卫用得很好 你不要听那些球迷 说什么 球迷不清楚 球迷打开机 喜欢用四后卫 喜欢进攻 你阿迪达不需要这样做 三后卫 保持得好 我上一集都说过 你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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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是怎么处理 是吧 可能这方面球员提出质疑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咬然 都不是说 因为单单是斯巴路斯的事件 但当然 这个记者 特别人提出来的 这两点 我都可以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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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不了 但有些前科都是他自己做成的 艾瑪利最近又說過一番話 他說他曾經想塑造奧斯爾在手底下 或者是大家見到最好的奧斯爾 其實艾瑪利這個 這麼朴實的教練都很有心的 很有火的 但是他講了最後一句才是精華 他最後一句就是奧斯爾投入的程度和態度 不行 如果你以魂加美斷的時間繩子下來 就是奧斯爾這個人有特權 但是有特權的人 大家明白吧 有些人是有特權的 我們究竟是支持一些有特權的人 還是怎樣呢 無論如何都好 你作為一個球員 他的天分 我打句問句都值得 認為他是留在25人大軍名單當中 但是是不是因為這樣而令到球員不滿呢 我覺得記者的這一點有少少穿鑿符回 反而另外一點 我覺得影響力就真的不小了 這個就是威廉沙烈巴 我們講過威廉沙烈巴 他是他師弟科芬拿 聖意天上界踢第一年 然後第一二年 然後被李斯特成幾千萬超了過去 馬上有表現 英超 為什麼你作為師兄的 竟然在阿仙奴 是沒有這樣的水平上陣 不是 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上界季美 又是Football倫敦傳出來的消息 就是說沙烈巴似乎因為不是阿迪達那杯茶 以及他覺得 就是因為不是他手下簽回來的人 所以沙烈巴對他抱有一個 懷疑的態度 之前的原因 他也曾經阿迪達扔過出來 就是說他上界很多 在聖意天發格的時候 受傷的時間 未完全是可以鋪排到球會 想預期看到他的成熟進展 這個說法其實是阿迪達 這麼多個推堂的理由裏面 最正的一個 但是現在 你再看重旁旁邊的東西 牽涉到很多問題 包括最近古因道師 在哈法柏林對 無信家拍那場球 射入了一個世界球 大家有沒有看 看回那球 起碼看回那球 然後社交媒體 在他那個個人的Post那裏 都留言的有梅斯達菲 亦都有沙烈巴 從此我們又可以 暴風捉影一下 想到這一點 對呀 兩位都是法國的U仔國腳 我不記得他倆有沒有同隊過 好像有 U仔 有沒有都好 但是彼此之間來到 大家都是差不多Grey的人 大家有個很深遠的溝通 都不定 沙烈巴過來 喂 古因道師大哥 我看你的 OK OK 而我們也見到上屆足中杯決賽 贏了車路士之後 入到庚伊斯的歡呼氣氛 沙烈巴 一個人倒下一個頭在玩手機 哇 拿卡和奧巴走過 拿卡叫他幾大聲 就這樣叫他沙烈巴沙烈巴 這個球員 基本上在球員心目中 在其他人的心目中 或者是法國幫的心目中 都是大家的兄弟 你毫無理由不讓他踢 英超 他有個B隊名單 其實他是可以上陣 你不讓他踢 歐霸可以試一下 就是串在這裏 阿迪達 歐霸沒有跟他註冊 B隊也不可以出 因為他未符合B隊的資格 英超可以 歐霸不行 你不跟他註冊 在歐霸常規A隊的大軍名單 他就不可以出 歐霸你也不讓他試一下 即是擺明就不給你機會 為甚麼會這樣 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人是艾瑪利手下簽回來 有沒有那麼 楚河漢界分得清楚 如果大家再想一下 咦 不對勁 你看道理 你看看古人道師 古人道師還用過 因為衝動 糟糕不肯認錯 那就只剩下難度和比比 這就要讓你試一下 夠膽不用 難度就沒得動 難度就沒得動 難度就真是不知甚麼 令他那麼合意 因為照道理 你應該扶正馬天尼斯 如果這樣說 大好機會 不是艾瑪利的人 大好機會動走 他又可以留下難度 這些我們大家去猜測一下 是否因為門戶之見呢 如果是這樣就很不對 如果是這樣這個教練 這個教練我對他的前途第一個警號疑問 已經打了出來 你想想和當年文仙尼 為了曼聯爭冠軍帶領曼城 明明和野獸的為師不妥到這樣的地步 最後一個月都要放他出來 放他出來用 我都不要說迫銜和卡比露事件 迫銜和卡比露事件 迫銜和迪維斯和文仙尼 兩個最後是幫球會拿到冠軍 這些 另外一點就是 隊裡有太多球員 因為確定本季結束後就離隊 所以剩下最後的合約 令更衣室動搖的氣氛不好 教練團隊也沒有能力管理這個場面 我會這樣看 記得桑烈伊還未被離職之前 我曾經說過一些球員 最後一年合約要不就續約 要不就請你離開 我忽然間覺得 如果桑烈伊還在這個球隊的管理層裡面 會不會清走球員那方面呢 能力又會高一些呢 畢竟伊道和馬迪達你們兩個有多少經驗 雲卡迪森都是開發商業那方面的一個CEO 而不是處理球員那方面 這個球隊的管理的決策 很有問題了 我就覺得 當然桑烈伊如果他做了一些事情 對球會 不是很有利的 也沒有辦法 但你又找不到一個同樣有這樣的能力的人 為什麼我這樣看桑烈伊 而是因為他都可以突然之間分期付款 簽幾個球員回來 我覺得他的能力是對等的 在清走球員那方面 包括你看伊和比林 都可以動走 梅斯達菲巴巴這些 在我們眼中 起碼都可以動走 為什麼都動不走呢 很多人 或者你好像去到米希達恩那些 送給你 你肯放那份周身就可以了 我想說 阿迪達現在感覺上 很敏感 很敏感 大家可以當一個這樣的人物去看 似乎越來越難聽得到別人的意見 很敏感 對於一些 稍為別人一兩句的話 當然要在他平日操練 看到球員的臉色才能看得到 彼此之間突然之間 產生了一個很厚的隔膜 有記者也透露過 現在已經分成了兩派 阿仙奴隊入面 很自然一派就支持他 一派對他就抱有懷疑 如果你這樣看 可以當泰亞利肯定是支持的 何定肯定是支持的 大衛雷斯肯定是抱有懷疑的 這些是故事來的 是不是實情的情況是這樣 可能還有第三批人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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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敏感的人 亦都因為 好 即是有些事情 愛你變成害你 這麼快 被他拿到兩個錦標 突然之間 那個人會不會膨脹了 有很多事情膨脹了 再加上桑烈伊 被離職 導致管理員的位置 又可以再升一級 即是那個權力 我曾經說過 在這個 赤塔馬仙奴系列的節目裏面 忽然之間 有些事情他掌控不了 始終 老實說 以我們這樣的年紀 亡葛亞迪達這樣的年紀 其實在我們心目中 亞迪達也是一個年輕人 沒有太多管理經驗 因為不想說太多 我亦都不想 在我們這個角度 好像去傷害 某些球員 或者某些教練 這個亞迪達這個教練 他身邊的助教 又不是這麼得力 史杜雲寶 Steve Rung 那個門將教練 那個死球教練 是吧 或者是古斯達 那個在馬替會轉過來的 那個青年教練 這些等等等等 這些人 是否能夠 凝聚到會議力 力量去支撐到亞迪達呢 這個我們都真的不知道 這些亦都很少有報道這樣說過 我們只能夠猜 如果不可以的 那就後面 怎麽助教都不可以 只能夠這樣說 但最重要是 你自己的主教練本身 好了 這位記者拋出來的 最後一點就是 阿仙奴其實管理層 對亞迪達是充滿著內心 也會欣賞他的潛力 也會給他足夠的機會 但是 跟著一句 如果戰績繼續這樣下滑的話 還有多少的內心 支持 信心呢 有個說法 其實不需要一定是 官方強調是炒這個教練的 可以有些說法是 你自己公開地去外界說 我決定離開 這樣就不屬於炒你 但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回事的 法夫爾 是不是 多蒙特這樣輸 這樣1比5就沒有了 當然今屆也不是太好 但現在都是落後綁手6分 都沒有了 多蒙特的教練法夫爾 你現在看一看 聯賽綁你13分 人家25分 落後12分 輸七場 我正如上一集的結尾 我都這樣說 給很多球會 很多聯賽 很多領導層 這樣的戰績 教練已經解僱了 我給多一個禮拜 看對修咸頓 看對愛華頓 如果還是這樣 我的結論 下一個禮拜 就會是這樣 是時候 要密切另一個教練團隊 就是這樣 關於球賽的內容 真的沒有太多話說 希望大家 每一場球一開來 無論正選派哪11個球員 大家都繼續支持 不要去詆毀某些人 因為落得場 大家都想他們表現好 而爭取勝利 好嗎 我都明白 半夜三更 特別是阿仙龍 經常捱球 真的很辛苦 但要撐的意思就是 在逆境當中 才叫撐 好 今集說到這裡